台湾女神国说服飞闻多多 最近被传 和拍拖年纪的飞闻男友 王子优胜亦分手 又和小九岁的蔡帆熙 传秘密发展子弟恋 感情生活仗墓又仗花 一前蔡帆熙被截击 正牌新欢是同龄的女歌手陈华 说服这日以亚洲区代言人身份 出席网救平台活动时 被问起这件事都说笑话松一口气 他有关注到他两个礼拜前 又被拍到的那个陈华 有自己知道这件事吗 不好说 对,因为他可能特别跟我聊什么 我也不太方便讲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这样蛮好的 我倒松一口气想说太好了,终于 对,想说大家为什么要一直写我跟他 明明就不是我 早几天韩国女子天团Blackpink 在高雄开演唱会 掀起一股追星热 说服也很想朝圣 可惜最后无缘欣赏 我很想要去看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买到票 然后有在等朋友的票 但是迟迟到后面可能也没有等到 所以就很可怜的待在家里 一直划大家的IG 对 我就跟我妹在那边划别人的IG 在看那个Blackpink 就有点伤心 就有点伤心 因为以前在女团 你自己有特别喜欢她们四个人 那是谁吗? 我喜欢Lisa 是因为喜欢她大家跳舞吗?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 跳舞 因为我觉得她跳舞非常有魅力 还有她在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她好帅 说服这日以一头新发型示人 相当的新鲜感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熟口熟面 好像动漫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刚好这段期间 就是不用拍戏的状态下 想说剪一个可能自己 可能看很久 就是因为有时候很喜欢看动漫 然后动漫里面就有那种 这样类似这样的发型 就想说试试看 所以我就拿着动漫照片 拿去给我的发型师说 我可以剪这样吗? 因为她本来更短 她说你可不可以先这样就好了 不要剪再短了 我说好 因为她说这种发型 是比较有个性的 那我先发型的照片 可以透过一下角色吗? 没有 我是上网华的动漫的 对 没有特定角色 我想说试试看 因为有可能如果年纪再大一点 我试会很贵 所以想说算了,先这样 现在这个世代 都没有什么人不会网购 说服都很喜欢网购 有时连家人都觉得 他买得有点夸张 最高纪录一个月网购多少钱? 没有特别去算 但我家人都会觉得 为什么又一箱一箱的 然后到底又买了什么东西 对,我就说没有… 人家送乱架 是会比价 然后确认不踩雷才下单的人吗? 我觉得如果很多平台在卖东西 我会去货比三家 很好评价 然后看看身旁的人 有没有买过 也会去询问朋友的意见 然后可能就是真的这样看看看 然后再看身旁的人 就是有没有人在 你觉得这个要不要买 先去问好朋友的人 不然有时候自己就是 很匆匆下决定的话 又怕自己买 才到底